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克拉克的Roblox Studio教学影片的第0集 你是不是很想做游戏呢 更具体的说你是不是很想要做Roblox的体验呢 今天我将介绍你Roblox Studio的基本功能 还有带你使用Roblox Studio写你的第一个Lua程式 首先我们先来安装Roblox Studio 打开你的搜寻引擎 打Roblox Studio 确定 之后呢我们点到Roblox Studio的网站里 接下来我们点选开始创作 会出现这个讯息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已经有安装Roblox Studio 如果你还没安装的话 也要点选下载Studio 接下来的动作就跟你平时在安装其他软体一样 我这边就不多多解释了 安装完毕后我们打开Roblox Studio 接下来呢他应该会要你登录那我们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登录过后你应该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一些官方已经帮你准备好的场景 或者是小游戏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进去玩玩看 左边的选项呢则是你已经做好 而且发布过的游戏 还有你最近有打开来编辑过的游戏 那这边呢我就先留个补笔 等到我们观众变多了 我再来分享我自己已经做好的游戏来给你们 那一开始我做游戏的习惯呢会是先打开一个Base Plate 打开之后呢你的画面可能会跟我的不太一样 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滑鼠来进行拖动调整的 像这样 那如果你不小心关掉了模式视窗的话 你可以点选上方的View 来把这些视窗重新打开来 那要如何进行操作呢 使用WASD可以移动你的画面 按住右键配合WASD 可可以进行视角切换 你也可以借由滑鼠或一些快捷键 对你画面上的东西进行修改 这边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取例 首先看到我画面右手边的Explorer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视窗的话呢 同样的点选上方的View 将你的Explorer重新开启 先来说明什么是Explorer Explorer就像是你在玩到的游戏中看到或看不到的所有东西进行一个显示的视窗 例如你的角色模型 游戏中树木草场景的模型 处理你角色等级金币攻击力的程式 你按下左键时的攻击动画等等 还有很多 那么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东西呢 都必须放在Explorer中对应的位置 用这个影片来解释全部的东西的话 影片会太长 所以我在将来的影片中打算一一讲解 期待的话就快点按下订阅按钮吧 要怎么测试你的游戏呢 点击上方的Play按钮 你就会进到你平时熟悉的游戏画面中 在这里你可以和平时一样进行移动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加入其他新的东西 点击上方的Stop按钮 重新回到编辑模式 今天先教观众们可以看到的 而且非常简单又快速的翻译 那就是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你可能会想 诶 课堂课老师 我都不知道这是一堂英文课 诶 我都没有读书 放心 其实GUI很简单 就是你平时在游戏中已经看到烂的 显示你等级还有金钱的文字 跟那个败家购买游戏中通行证的按钮 提到通行证 大家是不是已经在想象 等到自己做出心目中的游戏 赚到几千几万robots的画面了呢 先不要着急 我们一步一步来 接下来提到GUI就必须说明 Explorer中的Stark GUI 这个资料夹呢 将要存放那些我刚刚提到的画面上的按钮文字还有图片 我们点选Starter GUI 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加号 要做GUI的第一步呢 一定要先添加一个Screen GUI 添加完之后你可以按右键Rename 或者是按F2 我会比较习惯按F2 当然你也可以点这个Screen GUI的名字两下 同样可以进行修改名字 多多养成这种快捷键的习惯 会在你做游戏的时候方便很多 这个名字呢在我们待会写层次的时候会非常重要 千万不能取中文名称 根据我的取名习惯 我会将这个Screen GUI改成Test Screen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取名习惯 但千万不要随便取名字 像是取了一个叫做AAAAA 或BBBBB的名称 这种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名字 想一下 突然有个人有程式的问题想要问你 你却看到这个GUI叫做AAAAA 你可能会满脸问号的想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多打几个字 多练几个英文单字 对你来说就只有好处 接下来同样的我们点选Test Screen 右边同样有个加号 我们添加一个Test Button 还有一个Test Level 你也可以点选上方的UI 这里同样也可以进行添加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遇到没有办法进行拖拉的状况 这个情况下你只要点选右边Test Screen 下面中任何一个Object 就可以进行拖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我刚刚添加的Test Label 还有Test Button 在预设的情况下呢 这两个Object都太丑了 要怎么进行修改呢 我们接下来要打开一个叫做Properties的视窗 如果你画面上没有Properties的视窗的话 你可以一样点选上方的View 打开Properties 那打开Properties之后 你随便点选右手边这个Explorer 任何一个资料夹或者是我们刚刚点选的Test Button 你可以看到下方的Properties出现了一大串英文 那这些英文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解释什么Properties Properties 顾名思义就是属性 那属性又是什么 我觉得你要把属性想象成是一种特征 那我们都是人 那人会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有名字 我们有身高 我们有体重 可是鸟也有啊 我就拿鸟来举例 鸟也有可能有名字 它也有身高体重啊 那我们人跟鸟是同一个物种吗 不是嘛 但鸟有一种我们人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翅膀跟羽毛 那是他们的特征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 我们人之间都不一样 对吧 我们没有同个名字 我们没有同个身高 我们没有同个体重 我们这些属性 我们这些特征都不一样 鸟也是一样的道理 鸟它们有可能翅膀的颜色长得不一样 鸟它们有可能有的有翅膀 但是不会飞 回到Robot Studio上来 就像是画面上的Test Level 跟Test Button 它们两个之间长得很像 它们都可以被写一串文字 它们之间都可以被改变尺寸 像这样 它们两个长得很像 也有同样的属性 但是它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就是按钮 就是拿来按的嘛 对不对 我们直接来看两者的属性就知道了 我们先来看Test Label Test Label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Name 也就是我们刚刚改的它的名字 Test Screen的名字嘛 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Properties的画面中修改它的名字 我们点选Name 它现在的名字叫做Test Label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Test 好 那它的名字就变成Test 那Test Button呢 也有同样的属性 它也叫做Name 那同样的我们就把它名字改成Button 那你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它的名字呢 这两者的名字都已经被修改 这两者间都有名字这个属性 但也不代表它们两个就是同一个Object 我们来看Button有一个属性 叫做AutoButtonColor 这个AutoButtonColor呢 是一个布林值 可以打勾或者是取消打勾 AutoButtonColor这个属性呢 是当我们的滑鼠移动到这个按钮上面时 你看 它有一个灰色跑出来了 如果我们取消它 也就是不要的话 它就不会有任何颜色出来 布林值呢 就是一个二分法 要或不要的两个选项 就只有这两个选项 而Test就没有这个AutoButtonColor的属性了 每个Object都有那么多的属性 我要怎么样才有办法知道 这些属性对应着什么样的功能呢 你只要在Roblox Studio里面按下F1 它就会帮你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这个是Roblox官方 已经帮你准备好的教学网站 这里也有提供很多英文的文字教学 有很多不错的内容哦 非常推荐来看一看 不过我要说的重点是上方的API Reference 点下去之后 你可以在左手边的搜寻栏 搜寻你想要知道的Object 例如我想要知道TestButton 点击之后 里面就有一轮串 关于TestButton里面的属性的说明了 这一整个API的页面会花你不少时间学习 我之后也会再出一支影片讲解如何使用API哦 我这边就先讲一些你应该会经常使用到的属性 例如我们现在要改变Button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Test 那这个Test的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Test的属性呢 就是更改这个Button上面现在写的文字 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Button上面的Test 现在写的是Button 我现在要把它改成中文的按我 这里面的文字呢 你可以用任何符号或者是中文英文都可以 感觉字有点太小了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属性叫做TestSize 当然你也可以在上面的这个搜寻栏搜寻TestSize 那我们可以修改里面的数字呢 来把这个文字变大 那我现在就要打30 那它就稍微大了一点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 上方有一个叫做TestScale 同样你也可以搜寻Scale的 你只要把这是一个布林子 你只要把它打勾 它就自动把这个文字塞满到这个框 框框的大小了 颜色只有黑白两色太丑了 我们搜寻Color 看到TestColor3 这个TestColor3呢 是一个Robot独有的形态 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其他软体的RGB 那我这边就点选这个黑框 我就随便选一个颜色了 这就跟小画家是相同的道理 接下来我想修改框框的背景色 我们找到Background Color3 那我们同样随便选一个颜色 我这个配色怎么样啊 喜欢的观众在下面留言帮我打喜欢 上面的TestLabel属性名称也跟我刚刚说的相同 这些就留给你们字型发挥了 比较需要补充的是一个属性 叫做Background Transparency 这个属性呢 就是如果你不希望它后面有背景颜色的话 这个数字最小是0 最大是1 你只要打1的话 它就会完全没有背景颜色 当然如果你还是希望它有一点点背景颜色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1 改成某一个小数点就OK了 好的 终于要进入这支影片重头戏的程式了 累了吗 不用担心 今天这部影片只会带你一起程式 还不会交给你程式的复杂观念 接下来的影片我们才会着重在程式的观念上 接下来我们在TestScreen底下 新增一个Local Script 并且将它取名为Clicker Script 新增之后你会看到程式的编辑画面写着Print 这算是每个程式新手都会写的第一个程式 你现在就可以按下Play按钮 你会在Output的视窗里面看到写着Hello World的这一串文字 这个视窗会非常重要但今天还不会用到 Output的视窗呢 会在你将来游戏变得越来越复杂时成为你的救命道场 当然你现在按下按钮还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那这个我们还没有写程式告诉Rubus按下按钮时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按下Stop按钮 重新回到程式画面 希望我们先将全部的程式删除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画面一起打吧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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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将画面上的程式全部打完之后再继续影片 那我们现在来按一下开始 好让它稍微倒一下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游戏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按下按钮会发生什么事吧 OK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每一次按下按钮之后 上面的文字都会显示说我现在总共按下了几下按钮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程式 到这边各位观众还满不满意今天的这支影片呢 我知道我还没有引导你做出一款可以玩的游戏 但这支影片还只是个开始 我打算在每个礼拜上传一到两支教学影片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将会带领你学习程式语言的基本观念 还带来更多RAWBUS Studio的功能介绍 像做这样子的教学影片观看人数和订阅肯定会很少 尤其是RAWBUS在华语地区的知名度 所以我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帮忙 赶快按下订阅小铃铛还有按赞这支影片 一定要分享这支影片给你那些同样热爱RAWBUS 并且想要做游戏的朋友 告诉他们终于有中文的教学影片啦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最想要看到哪一种游戏类型的教学影片呢 还有你对于这支影片和未来教学的建议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柯拉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